Hello 大家好 这期视频给大家测一下原神 我现在的画质是 给大家看一下 除了这个渲染精度开的是1.0以外 其他都是最高特效 因为那个精度的话我开到1.5明显就是说不是很稳定 不知道出在为什么问题上 所以我就精度开了1.0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它这个剧情好像跳不过 我开的是中等功率 大概20W左右吧 然后帧数平均在55帧左右 我现在降下来了 应该还好 说真的这个游戏其实我自己不是很喜欢 反正就给大家测一下吧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 诶这个 这干嘛 长按提升 释放魔法的话帧数也还可以 哎 这游戏真心喜欢不上 因为玩过塞尔达感觉 虽然说有很多东西 嗯 是有 这个不讨论 好 啊 啊 啊 那是什么 有什么巨大的东西 在天上飞 它往树林伸出去了 我们小心一点前进吧 我到了树林里面 帧数会变低一点 但仍然还在30分钟以上 我们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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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游戏在展机上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自从好像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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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什么 阿曼拿里面的 在树林里面真是会明显会低一点 不过还好 我现在是中等的功率然后开 除了精度那边是1.0以外其他的是最高特效 我再换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的话这个要用鼠标 他这个游戏对手柄的支持率并不是很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把这个调到1.5 然后其他都是最高了 其他都是最高 报告老板 当前电量低于60% 这个是群友做的那个软件 来监控电量的 嗯 现在是开了所有的全特效吧 然后 然后 估计要可能要打个怪才知道 偶尔28就增 我个人是接受不了 我觉得还是有点稍微有点卡 进度开1.0其实可以的 看这有什么 这是有怪吗 来个 好 好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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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设定跟塞尔达就有点像 还可以换吗还可以换装备吗 怎么换 这个是控制方向控制大小 走吧 长按LB 诶 我还按错了 武器换一个看一下哦只能换这个 石之杀 算了还这也是我没打算玩的 这个明显会感觉 明显感觉还是六位的有点卡顿 虽然它帧数没有掉到30帧以下 所以我这边还是开1.0吧 我估计开到1.3都没有问题 看一下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性能的问题了 这个还是优化的事情 但我还是开1.0吧 感觉 画面还是稍微的有点卡顿 其实这样可以玩的没有什么问题 这什么是什么 黄金 和 同